2016秉申年彰化南瑶宫老大妈老司妈盛世妈徒步奔岗进乡活动 27日上午举行庄严隆重的旗家典礼 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和县长魏明谷 市长邱建傅等人陪同恭送妈祖圣驾 蔡英文表示南瑶宫各妈会是最早的联合区域治理模式 也是未来政府推动的方向 魏县长表示将争取列入文化部无形文化资产 我近年也有来这里 我有跟妈祖说 我若选到总统 我一定会回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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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在这里 我们要感谢大家跟我支持 也最爱来 把我们的妈祖母 我们的中华妈 来感谢她的保密 让我顺利 可以动算 我也希望 我们的中华妈 可以保密我 如果我们的国家可以更好 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好 我们的国家可以更好 我们可以国台的平安 我们的台湾可以进步 南苗窗前方本港的关乡是我们台湾中博 麻祖妙会关乡最大的一个外公 今天我们今天起家要全公分临和家里 这个路由将近买到300公里 中国管政府和我们中国称呼所 要来向我们文化部来新铅 列入我们国家无形的文化资产 那我们大家都很献想来参加 今天的这个外公 我们的妈祖会保密我们 冠文兴隆 在台湾我们的红条乌孙 那我们串的文化 我们的国家可以国文兴隆 那我们南苗窗 幸福丁省信度万天下 中国南苗窗本港真楼 今年轮到我们大妈老师 姓姓姓 轮到来建议我们的高雄路 那么今年 常态人所非常拥有 以后会超过五万人 我们总共爱经过25个乡丁区 总共300公里的这个路程 那么专程我们都用驾楼方式 来完成一下立地书生的礼物 南苗窗奔岗近乡 自3月27日 自4月2日 为期七天六夜的 徒步百年古乡路之旅 行刑的地区涵盖彰化 云林与嘉义三个县市 25个乡镇市 全程来回将近300公里 公益频道李俊明 彰化采访报道